主要是關於這個缺氧現象 那這個缺氧現象的問題 實際上今天有很多都會是 綜合我們前幾次上課的內容 那因為既然我們是臨床呼吸生理學 那我們就希望能夠把你們學到的東西 能夠在臨床上真正能夠用 那就像我們第一次上課就跟各位提到 呼吸系統的部分 通常病人在臨床上面的不舒服 都是希望你可以立刻 就是盡快去改善它的 因為對於我們來講的話 喘是一個相當不舒服的一個症狀 那尤其在臨床上面 當一個人呼吸系統出了問題的時候 你面臨在喘的時候 我們希望能夠趕快去思考 那除了喘以外呢 其實真正危險的就是另外是什麼 就是缺氧 那一個人在 因為你說喘的話 我們之前有跟各位同學討論過嘛 一個人在喘的時候不一定是呼吸衰竭 可是在缺氧的時候呢 一定是呼吸出了問題了 當你有偵測到一個人有缺氧的時候 那在缺氧相關應該怎麼思考 我想之前那個楊柏銘老師有上那個 VQ的部分嘛 就是ventilation跟perfusion 怎麼去判斷的這些地方 那還有我們在更前面 我們之前有跟各位提到這個dead space 實際上dead space跟之前的shunt 它本身這兩個都是屬於B2Bsmature 所以我們今天的上課呢 就實際上會有一點把之前講的東西呢 把它綜合起來 然後讓你們再看到說 臨床上面一個人有缺氧的時候呢 我們怎麼去思考這些東西 好 那我們前面就我們就開始來講 我先問各位好了 一個人在缺氧的時候你要怎麼判斷 缺氧的時候你會說什麼 用寫氧機 當然很好啊 可是沒有寫氧機 或是寫氧機沒電壞掉了 那怎麼辦 顏色嗎 我說顏色多有sianosis 好 那當然你看到sianosis的話 這個當然是很危險啦 可是呢 在sianosis之前呢 有沒有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缺氧的狀況 缺氧會暈暈的 好像不是很 它可能不是最常見或最主要的症狀 我們一定要去想 我們今天 雖然今天會講很多缺氧 哎呦 這些東西 我們一定要去想 一個人在缺氧的時候呢 會有什麼症狀 這些症狀很可能都是 我們可能都會把它當作是別的 當一個人在缺氧的時候 假設你現在手上沒有任何工具 不過當然你可以看得到病人 這個我懷疑是缺氧 哪一個生理的訊號會讓你會有懷疑 會這樣子懷疑 哪一種比如說你可以量得到的一些生理的現象 當然你可以看病人 還有這些 因為我們要這樣想 缺氧絕對不是等到你有拿到工具 你才有機會判斷 我們最好就是你看到人的話 你就會覺得這怪怪的 可能會喘喘的 好 喘 那除了喘喘的還有沒有別的 可是有的人就像我們上次講的嘛 你今天感冒比賽是有點喘喘的 好 那所以呢 那還有沒有什麼現象 會讓你會去思考他可能有缺氧 他用呼吸吸 好 這個也是 那還有沒有什麼 好 你說現在有喘又用呼吸吸 那其實當一個我們覺得不舒服 會喘的時候 我們本來就會花比較大的力氣來呼吸 所以你當然就會去驅動你的呼吸的肌肉 可是究竟是我們之前講的 比如說會不會只是鼻子的問題 我們的這些所謂的這些三叉神經 或者被面罩蓋渡了 或者比賽啊 都覺得喘 那還是說不對 真的是缺氧了 我們還會有什麼身體的 我們你想想看 當然我會覺得喘嘛 就是氧氣太低了 我可能會覺得喘 當然我們也知道 氧氣太低 不見得一定會覺得喘 有可能會不覺得喘 好 那我們身體還會有怎麼樣的一個 比如說哪一個 哪一個身體 哪一種身體的徵兆好了 哪些sign是你會去注意到 他搞不好有缺氧 或者量得到的 我看你 還有哪些 好 我們就把它當作 你現在這個臨床的場運 你現在在醫院啊 這個人搞不好是缺氧了 那你還會去想什麼東西 我們身體在缺氧的時候 會有什麼事情會代償的改變 可能 好啦 你說排尿 可是排尿 為什麼排尿會增加 其實這個當然不是一個主要的 不過好 你既然提到排尿增加 那是因為什麼增加 還沒有啦 還不能 其實應該說排尿增加是什麼 我們的cardia food會增加 為什麼cardia food要增加 所以cardia food增加 你可以量到什麼東西 對啦 心慾會變快 我就是要問 要讓大家了解 缺氧的時候 你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 心慾可能就會變快 實際上人的不舒服 再加上身體 因為身體必須把 反正既然缺氧 我的cardia food要增加 我至少可以 我想辦法要提高我的oxygen delivery 雖然不管是因為血氧太低 或者各種其他的原因 好 所以呢 那當然 缺氧我們 那我們身體的心肺功能 最主要的目的 我們當然 我們之前有提到 排除二氧化碳以外 來除了把二氧化碳排掉以外 也希望可以達到酸鹼平衡以外 另外很重要就是 希望把氧氣送到我們的組織嘛 送到 tissue 這個是希望達到的目的 那希望達到的目的呢 至少要 ventilation 沒問題 diffusion 沒問題 cardia food 沒問題 然後 tissue 還要能夠使用我們的氧氣 所以呢 所以我們如果講到缺氧 我們講缺氧這件事情 我們 各位有 各位有沒有聽過 hypoxia 跟hypoxemia 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說缺氧到底我們講的是 hypoxia 還是hypoxemia 後面 H 都是 hypo hypo 然後是 SIA 還是 S 就是 E M I A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對 如果是 hypoxemia 就是你量到血氧偏低 血氧 血氧偏低 可是如果是 hypoxia 指的是什麼 是組織細胞缺氧 所以簡單來講 所以 如果你們去查 如果是休克的定義 shock 什麼時候是shock 就是 tissue hypoxia 你說休克到底是血壓太低低 低到什麼程度算休克 其實 更清楚的講法就是 組織缺氧 就是休克了 不管是什麼原因 不管是什麼原因這樣 好 那我們就要來講 所以你看 從我們的外界 需要把氧氣送到我們的 tissue 這四個關卡都不能有問題 任何一個有問題 我們 tissue 都可能沒辦法 使用氧氣 我們重點講的是 使用氧氣來產生能量 讓你可以活下來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所以並不是把氧氣送到組織就好了 組織很難用能夠使用 我們後面會講 我先故意先問一下好了 氧氣都送到細胞 細胞什麼狀況下不能使用 你說前面都沒問題 呼吸系統沒問題 氧氣沒問題 氣體交換也沒問題 所以氧氣已經可以從 外界進到肺泡 Ventilation沒問題 進到肺泡了 擴散沒問題 從肺泡的肺泡囊裡面 已經進到肺泡旁邊的微血管 微血管 你的cardiabot也沒問題 而且其moglobin也沒問題 所以你這個氧氣呢 終於送到我組織比如說肌肉細胞了 結果呢 還是缺氧 為什麼 可是氧氣已經到那邊了啊 他為什麼會做無氧呼吸 沒錯 他的確做無氧呼吸 你測他身體的乳酸 真的是高起來 還是無氧呼吸 因為組織無法使用氧氣 有一種情況 組織無法使用氧氣 各位有沒有 以前有沒有看過 聽過 有一種中毒 超級嚴重的 那個幾乎是必死無疑這樣 神經毒 神經毒應該還好 神經毒是讓你沒辦法呼吸而已啊 你可能沒辦法去呼吸肌肉做工啊 或者是什麼 有一種 對 氧化物 我們今天也會講 氧化物就是呢 你的氧氣都已經送到 送到細胞嘴邊了 他就沒辦法用了 好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最後 最左邊那個 那個什麼 Histotoxic Hypoxia 所以這幾個 所以你如果說整個氧氣 從外界進到我們的細胞 你整個都想過一遍的話 那缺氧就是這件事而已 好 所以呢 這個table就是把各種缺氧的類型 分清楚 所以你 當你發現有缺氧的時候呢 你需要去想到底是哪一個 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第一個實際上是大家 未來一直會去接觸到的啦 就因為跟呼吸系統有關係 各位必須是呼吸治療師 跟呼吸疾病有關係 我們直接就叫什麼 hypotonic 在hypotonic 其實hypotonic 就是你的氧氣的壓力不夠啦 氧氣的分壓在血液循環裡面 是不夠的 所以就是 所以就叫hypotonic的hypoxia 那這個有什麼東西 這個很多東西就是我們 其實你們之前 那個楊老師有跟各位提過 比如說第一個什麼 hypoven dilation 你的換氣不足 不然就是什麼 你在高海拔 就是fil度太低嘛 空氣稀薄 然後再來是什麼 shunt absoluted shunt 你們之前有上過課 absoluted shunt 跟vq的mismatch 實際上你們講的vqmismatch 也是一種shunt 你們還記得嗎 你們講的vqmismatch 指的應該是什麼 換氣是 就是說 ventilation 不是很夠 相對於perfusion來講 這個vq是比較低的 那shunt的話呢 就是什麼v的話 v除以q的話 那個v幾乎沒有了 我們所謂的shunt 幾乎沒有 是說有問題 那個地方的 肺靠的呼吸道 完全沒有換氣了 已經沒有了 所以那個地方就叫做shunt 我們不是整個肺部 整個肺部是這樣 你人就化掉了 可是說一個還沒有死掉的人生 你會不會有absoluted shunt 有 在有問題的地方的肺炮 百分之百都塞住 我們一定要這樣講 absoluted shunt 所以那個地方 完全塞住了 那如果部分塞住呢 呼吸道還有通 只是呢 沒有那麼正常 那這個時候 你的ventilation還是比較差 這個叫做什麼 實際上它是relative的shunt 實際上就是你們之前上課 就在講的VT mismatch 為什麼要講 其實所有都是VT mismatch 你death based也是VT mismatch 可是為什麼要故意這樣講 是因為呢 我們這樣一講 你有念過這些 你一講你就了解了 講VT mismatch 就是有問題的肺炮 部分阻塞 還是有通氣 部分阻塞跟完全阻塞 有沒有通氣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對 shunt用氧氣效果就不好 對不對 反正過不去 然後呢 VT mismatch 氧氣還有效 因為還過得去 所以只要把FIL素拉高 整體的氧氣還是會改善 如果shunt的話 效果就不好 所以shunt要怎麼改善 你知道把那什麼 把塞住的東西拿掉 或把它撐開 所以這個 這個我們其實你會發現 前面都在複習啊 可是 臨床的東西就是這樣子 重點不是念很多 很少見的東西 而是呢 把常見的東西 念到滾刮爛手 因為你才能夠處理 而且臨床上大部分出現的 也就是 都是那些東西 好 所以呢 這個部分 那我們怎麼去評估這個 就會用後面這幾個來評估 這個實際上在 國考題非常常考 每次都會考那幾個 你到底的 這個肺泡的氧氣 動脈的氧氣 再來就是什麼 氧氣的攜帶量 那個Oxygen的CaO2這一個 其實我們這麼說好 PaO2跟CaO2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對 一個是壓力 一個是真正攜帶的量 所以CaO2一定要思考什麼事情 對 就是血紅素啦 好 所以呢 CaO2跟PaO2最大的差別就是 什麼這樣 如果你有貧血的話 這兩個就會差很多了 如果沒有 所以呢 所以因為我們側照者 我們抽血 你們以後看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Block Gase 就是Artery 就是我們常常 ABG Artery Blood Gase 裡面的血氧指的是PaO2 它指的是壓力 這個壓力由哪裡來決定 實際上它只是由 就是氧氣的分壓溶解在 在血漿當中 所以呢 可是真正攜帶的量 靠的是血球 這個之前 楊老師有跟各位提過 那CaO2呢 CaO2指的是哪個地方的 靜脈 它指的靜脈 指的是哪裏的靜脈 其實上嚴格來講 它不是靜脈 在你要抽這個的血 不是從 你是從哪裡抽的 會代表CaO2 你們認為全身的血液氧氣 最低的地方在哪裡 肺動脈 對 肺動脈 所以CaO2 實際上指的是 肺動脈的血液氧氣 那為什麼講 所以那個B是mix manage 混合靜脈壓 實際上混合靜脈壓 實際上是代表我們 最低的血氧的位置 實際上是肺動脈 在拿到氧氣之前的 最後一個關卡 就是肺動脈 可是臨床上面 所以臨床上面不見得 會真的去那邊抽 因為不容易抽 所以我們經常有時候 就會用什麼去取代 我們可能會用比較大的 就是中央靜脈的血氧來做 來當作這個 那Delivery是攜帶的 那我問各位 前面四個 一二三四 前面四個跟這個Oxygen的Delivery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東西 最大的差別 差在它多了一個什麼因素地區 細胞有沒有用 好像還不算 細胞有沒有用 我們會用哪一個Term Oxygen的什麼 用是什麼 就把氧氣拿起來 對不對 我們常常會講一個Term Extration 取出 或者是Uptake Uptake 或Extration 可是Delivery是什麼 我是攜帶而已 比較像是攜帶 那攜帶的話 跟我們各位好了 CaO2跟Oxygen的Delivery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差在一個什麼因素 太多了一個 寫價 好啦 除了寫價還有一個什麼因素 很重要的 我今天為什麼會停在這裡 一直問 因為你只要把這裡想通的話 你們在思考一個人的 缺氧的時候才不會漏掉 因為其實很常漏掉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一直講 你說肺泡的氧氣沒問題 OK 過第一關 然後血液中脈的血氧分壓 也沒問題 好 過了第二關 然後CaO2也沒問題 也沒有皮血過第三關了 然後 那其實CaO2跟Oxygen Delivery 要一起看 這裡是一個很重要的什麼因素 會影響到這個人有沒有缺壓 我們上課每次前面幾張slide都會卡很久 因為頭上前面講得很清楚之後 這節課就差不多上完了 後面就會很清楚 因為後面就是讓 你們想看看你的 為什麼要一直一直強調這一點 前面三個 肺泡的氧氣 動脈的氧氣跟氧氣的含量 跟後面的CaO2跟Oxygen Delivery 所以這個一定有什麼問題 會讓它的這個數字會不正常 這個問題是在哪裡 好 你可以說是使用率 使用率是結果 什麼東西影響到它的使用率好了 使用率不好嘛對不對 好 每次我使用率不好 可是呢 我的氧氣的分壓 我的肺泡的氧氣都 還有 甚至我的氧氣的含量都是沒問題的 可是使用率居然是有問題的 那到底哪裡出問題 細胞 細胞 好 細胞暫時也沒問題 細胞是後面的 你這樣說是沒錯 細胞有問題 那是後面的 解離率 這個 也還沒有到解離率而已 好啦 你要說解離率是用整個 比較廣義的方式來講 可是什麼東西造成它的 好像有人想到了 不好意思 舉手了 對啦 腳踏腹的啦 有人說 對啦 心臟嘛對不對 對不對 你的東西要送到 你濃度很高啊 可是大家都不動啊 我這麼問各位好了 一個剛死掉的人 剛Cardial Arase的人 你抽前面是不是都正常 都正常啊 甚至連CBO2也正常啊 可是Oxin的Delivery是什麼 0啊 對不對 我濃度 我血液都很有 氧氣都很好很好 看血液不會動啊 不會動就沒有用啊 所以動得太慢就發肥了 所以呢 哈菲爾的情況下 所以我們之前也有跟各位提到 如果說是Extreme的Low Cardial output 就會形成相對的什麼Date Space嘛 對不對 因為它 換氣沒問題 可是循環有問題 它就是相對的Date Space啊 所以 其實大家把這些一直想清楚之後 你就不會忘記了 而且呢 繞爾繞去都是這些事情而已 我們 因為呢 這個地方是最容易被忘記的 因為大家一直在看一個人 就覺得 啊很好很好 肺部沒問題 CT也沒問題 氧氣什麼都沒問題 可是他就是缺氧 沒錯啊 因為他心臟的輸出量 只有別人的一半而已啊 所以他身體一定是缺氧的 因為你前面都做得很好 可是心臟功能跟剩下一半 那你所有的 所有的成果都打對折 直接就給你打對折 好 那所以呢 再來這個什麼 這個Animic的Hycoccythe 這個就上次羊老子也跟各位提過了 就是Temoglobin 攜帶氧氣 這個真的很重要 所以這影響會在哪裡 各位就可以看得到 第一關沒問題 第二關沒問題 第三關出問題嘛 二跟三的差別就是 你的氧氣的壓力沒問題哦 可是攜帶掉 整個都掉下來 誰在攜帶 就是Hemococin在攜帶 所以什麼 貧血的時候 或者是液氧化碳中伏的時候 沒有貧血啊 可是他帶的都是液氧化碳 他不是帶氧氣啊 反正氫和力你們有上過嘛 對不對 大概差兩百倍左右嘛 所以後面就存 好 那重點是什麼 使用 使用氧氣的治療有沒有效 其實前面這個就有提到嘛 那個Shunt的時候呢 使用氧氣治療就沒什麼效 他寫了一個Limited 就是效果會變得很差 那這裡呢 使用氧氣的治療就是 皮血的話呢 就他打一個心泡 也不是說完全沒有效啦 只是微乎其微啊 你能夠 你氧氣很高的濃度 你頂多只是提高 那個血氧的分壓而已啊 你真正攜帶 可以勉強提高一點點 因為我們平常血氧分壓 也不是 你那個是可以把它拉上去的 可是整體來講影響的大 那氧化碳中毒是因為它可以什麼 它還是可以增加把它取代的效果 雖然它Affinity差到兩百倍 可是你用很高的濃度還是有用 好 那再來是什麼 這個叫做什麼 Stugnant 就是跟循環有關係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Locardial food 這裡每次一定會問的問題就是 我們怎麼區分 區分Locardial food 所以今天有一個病人心臟功能不好 你怎麼判斷他心臟功能不好 有人說趕快 第一個當然 問病史最重要嗎 有沒有心臟病 有沒有怎麼樣 有沒有做過檢查 當然就知道 可是呢 假設今天只有給你一些數字 一些跟氧氣有關 好 就是上面這幾個數字的話 那 那這裡 這裡一個最重要的 這裡的 這123456 哪一個是最重要 讓你認為 直接看到就 這個心臟功能不好 有人說第四或第五個 好啦 其實這幾個 哪一個比較容易拿到 哪一個比較不容易拿到 Oxygen Delivery 不容易拿到 因為你要算Cardial food 你Cardial food 其實沒有任何臨床的檢查 直接做下去 Cardial food等於多少 其實不容易 你要做一些比較複雜的檢查 才容易算出Cardial food 所以呢 那你要算出Cardial food 去乘以你的Oxygen的 Content 你才知道它的Oxygen Delivery 好 那CBO2呢 好 可以知道 CBO2 我說 我雖然不到肺動脈 不然我抽中央靜脈 勉強可以表示CBO2 那這裡要問各位的 為什麼CBO2會偏低 這之前強到水門跟各位提過 還是 你看喔 這幾個 這一個 這一個跟上面 比如說你說這裡低對不對 好 那我就問各位了 那你看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 這個都是低的 那這裡是 這裡只有在CBO2才掉下來 上面這個是 前面都是低的嘛 hypotonic 那這裡呢 前面都正常 只有在CBO2掉下來 那為什麼CBO2會掉下來 你說不容易把血打出去 所以 可是用心臟不夠力的話 我們可以這麼說它循環慢嘛對不對 循環慢 可是為什麼CBO2的 就是在那個 請問你說 蛤 打出來不夠用 嗯 好 這樣是沒有錯 那我們可不可以講得更 更明確一點 欸對對 這個又更接近了 我們可以這樣 你可以這樣想像 我們可以 因為講這個很複雜 你就想像今天有一堆貨車 貨車要載貨 載貨就是在工廠生 工廠生產產品的速度 就等於你的 冷卻如果沒問題 生產的量都很好 然後可是呢 火貨要載到 從工廠到生產 要載到 載到店家好了 要載到店家 那貨車如果太少 就是貧血嘛 對不對 貨車就是 Hemoglobin 所以貨車太少就是貧血 那貧血怎麼辦 只要開快一點 所以身體在貧血的時候 就會什麼 我們會代償的 心跳會變快 就叫大家開快一點 好 那外界的心臟功能不好 開很慢 那我們問各位 你看看 Hemoglobin 把血液送到我的店家的時候 它就是固定就過去而已 它不會停啊 它比較像什麼 比較像那個迴轉壽司啊 迴轉壽司不會停啊 它不會等你東西拿完 它就一直開過去 然後呢 氧氣從Hemoglobin進到細胞根據什麼 Hemoglobin 氧氣在 氧氣 我們這個血液已經跑到細胞了 組織了 那邊有微血管 那旁邊很多細胞 那你氧氣如何從 從血液進到細胞去 根據什麼來決定進去的多跟少 濃度差嘛 比如說壓力差好了 所以呢 它不是伸手去抓的嘛 它一定是根據壓力差 所以呢 所以它是固定的一直過去的 可是呢 我們可以這麼說 可是過去 實際上 實際上 這個 比如說Tissue比較難講 血液經過肺炮大概是0.75秒 血液過去就過去了 所以如果太快的話就抓的太少 反過來講 慢的話就抓的多 所以在Tissue也是 剛剛同學就有講的 如果跑得太慢的話 跑得太慢的話 這個氧氣在Hemoglobin進到組織道出來 就被拿光光了 所以剛剛講的就是會拿的靈體盡致 就是盡量都被拿光光 那如果跑得快的話就來不及拿 就過去了 所以呢 所以這個是一個 這個協助我們判斷心臟功能好不好的 算是間接的工具 你要很精準 當然你要透過一些方式 直接去測Card output 不過如果我們這樣也可以判得到 當這個人的CVO 就掉的特別低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的那什麼 我的代表就是說 我的血液循環在Tissue的速度變慢 所以我的Oxygen的什麼 我的Uptake或者Extration的Ratio上升 比例上升 簡單來講就是貨車開到那個地方 開太慢的東西都被搶光了 所以過了這些出來說 哇剩一半而已 為什麼 因為跑太慢 那跑快一點的話呢 就還沒有被拿光光就可以出來 好 那你們應該有沒有提過 我們一般正常人的Extration的比例 大概是百分之多少 好一般一般 大概四分之一而已 四分之一而已 所以很多人說我氧氣被拿光光 血氧都沒有 不可能 你不可能 所以這個Ratio如果上升 那就要小心 我們就會測到CVO處變低 然後這是間接的一個證據 代表說心臟功能不好 好 所以這個大家就要 所以這個CVO處的 所以各位如果還記得 上次楊老師有跟各位上那個什麼 Shunt Equation有沒有 Shunt Equation 我們去判斷一個人的Shunt 有嚴不嚴重的好幾種方法 對不對 我們會用什麼KaO2跟我們FIO處之間的比例 兩個相處 有沒有 如果小於 通常是這樣 如果是小於300 還有小於200 這會代表什麼 像之前會講什麼Aq-Long Injury或ARDS 那還有各種方法 或者用AADO2 也是判斷Shunt嚴不嚴重的方法 因為基本上大部分都大概是10毫米孔數差不多 肺泡跟我們動脈血的差距 有幾種方法 那Shunt Equation 為什麼要用Shunt Equation 各位還記得Shunt Equation嗎 那個很重要 很重要 那我講的很重要是最主要 Shunt Equation的差別 它把什麼東西考慮進去 它把心臟功能好不好考慮進去 你們在看Shunt Equation的時候 裡面就有CBO2 其實你不用真的去算 這最主要讓大家有一個概念 Shunt Equation 為什麼要把CBO2考慮進去 因為你去計算Shunt Equation的目的在哪裡 你想要知道肺部有沒有生病 對不對 你不是要知道 可是肺部有沒有生病 你只能測的是氧氣的變化 那你測氧氣的變化的時候 你測氧氣的這些參數的時候 這些參數會被一個東西干擾 被什麼東西干擾 會被心臟功能不好干擾 因為你這樣想 心臟功能不好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跑跑跑跑跑跑 CBO2就是回到肺動脈的血液對不對 所以肺動脈的血液就很低了 那肺動脈血液很低 不是因為肺部不好造成的 是因為心臟功能不好造成的嘛 那心臟功能不好造成的 可是你回到肺動脈的血液又是低的時候 就會去影響到什麼 你進到肺炮 拿到氧氣又出來的時候 那本身就會低了 所以它會受到心臟功能的干擾 導致你整體測出來的 動脈血液氧氣是偏低的 可是這個偏低 不是肺部不好造成的 是心臟功能不好造成的 所以那個shunt equation 把這個CBO2擺進去 如果你們再好好看那個公式 CBO2比較低的時候 這個shunt equation算出來的 shunt就會被校正過 就沒有那麼高啦 就沒有那麼嚴重 各位要看shunt equation 我們要了解他的 生理上的意義在哪裡 他是希望把因為心臟功能不好 導致的血氧被低估的這個現象 把它排除掉 降低他的影響 那降低心臟功能不好 對於shunt可能被高估的影響 重點在這裡 好 所以再來 再來 我們一開始就問各位 這是什麼 咦 這裡就有趣了 這裡差別在哪裡 就是CBO2反而是高的 各位有沒有看到 CBO2是高的 為什麼 因為你在用啊 對不對 貨車開到那裡了 那細胞說我用不用了 大家都不收了 結果呢 所謂的胃壓還是高 其實高它並不是特別高 它是比正常該有的高 它並不會比O2高 它並不會比O2高 不會比那個CAO2高 實際上它是比正常該有下降的這個幅度呢 不一樣沒有那麼低 所以是高的 那當然最後就是diffusion的問題 diffusion是直接擴散的問題 所以呢 擴散的問題最大的差別就是 肺泡很高 動脈很低 後面就一路低下去了 這是diffusion的問題 就是肺泡B的 不管是太厚 或者是呢 破壞的消失掉了 太厚的情況下就是什麼 比如說肺水腫 或者是發炎 或者是纖維化 或者是各種的 那破壞掉就是像肺氣腫 MGC嘛 它可能整個都被破壞了 所以你有效的交換的面積不夠了嘛 好 那我們再來就要看了 臨床上面 實際上 我們當然會簡單做一些分類 既然缺氧 那就有什麼 就有輕度 中度 重度 那輕度的情況 我們怎麼去區分這幾個 實際上是這樣子啦 通常你們之前在講 經濟國異就有提到 氧氣如果低於PAO260以上的話 還算安全 可是呢 這個已經算是什麼 輕度的缺氧了 為什麼60以上就安全 因為它持續瑞菌 還可以維持90 這個 反正你們以後 在臨床的照顧 一直會講到這些東西 就像比如說 COPD的病人什麼時候需要用 long term oxygen therapy 血氧呢 低於90 其實是低於88 如果是高於88到90之間就要看 如果已經有心血管的問題 因為血氧造成問題的時候 還是要長時間使用氧氣 那那個長時間值得是一天超過15個小時 這個是以後臨床會很需要去 所以這並不是說安全就好 因為這樣子是勉強 可是一旦在活動的時候 可能就不夠用 然後moderate moderate就會產生什麼問題了 你的cardia food就要增加了 不然身體會不夠用 所以你的PO數如果在40到59之間 因為這時候saturation就明顯低於90了 這個時候身體要待長 那再更低呢 就是什麼 你身體已經怎麼樣 已經進行無氧呼吸了 所以就會產生乳酸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變成 就已經有Tissue的hypoxia了 這是大家做一個區分 好 那再來 這個實際上這一頁就很重要 這指的是什麼 簡單講就是一開始問各位 對的 一個人缺氧的時候你要看什麼 要看病人 你當然可以 並不是先 當然有數據你看 可是實際上你要先看病人 有沒有什麼缺氧的一些sign 一些臨床的症狀 跟臨床你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有跟各位講 有沒有 其實缺氧都是 缺氧的一開始 叫做身體可以待長 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這幾個 1 2 3 4 5 甚至 大概前面四五個 都是什麼 身體的交感神經的興奮去做待長 因為身體 這個氧氣已經不夠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血氧也許都還有大概什麼 60 還有 然後再來呢 5、60這左右 可是如果更低的時候呢 最底下的後面這幾個就是什麼 身體的待長已經慢慢無效了 然後身體的功能已經出問題了 所以呢 當然缺氧最嚴重是怎麼樣 那比昏迷還嚴重的 對啦 死掉了 死掉不用血啊 因為死掉你就 所以這幾個 所以你可以發現 越下面的症狀就是越嚴重到身體無法待長 所以一個人如果說已經到Bradycardia 那就已經是完全都 你身體已經沉不住了 所以底下這些什麼 confusion啊 所以你看喔 Syanosis其實蠻下面的 所以看到黑調都通常是來不及的啦 只有一種黑調還算來得及 你說可是Syanosis有時候臨床也會看到啊 所以這裡寫的Syanosis指的是什麼 不是啦 這裡寫的Syanosis是Sentral的啦 那我說 我剛剛講的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說看起來好像還好 就是末梢的 它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因為是血管阻塞 或者是比如說是Shark 那個Septic Shark 敗血器修課的時候呢 周邊的循環是不夠 所以說壓力不足 你可能會用一些生壓劑 然後找是血管收縮 所以周邊是Syanosis 可是Sentral的 Sentral的情況好像還好 那這個時候 所以這裡講的Syanosis 是已經是整體都缺氧了 那個大腦就很嚴重了 所以呢 其實這個是在 你以後就發現 在臨床上這幾個是最重要的 有沒有Tachycardia 然後呢病人會躁動不安 所以有時候缺氧 它其實只是躁動不安而已 就其實在那邊 就是好像脾氣很暴躁 然後很不舒服在那邊 然後念念念 一直碎碎念這樣子 這個小心它可能是缺氧的 所以這個擺的是重要的 因為臨床症狀永遠是你 因為你直接就可以注意到的 好 那這裡我這裡只是複習一下 這裡只要讓大家了解 重要的這些什麼是Hemoglobin在攜帶 大概六十 大概六十六、六十七倍 這大家都知道 那這裡 CaO2這只是幫大家複習一下 我們真正攜帶氧氣是底下這個公式 所以這個公式呢 PAO2占的比例只有什麼 乘以0.003而已 最主要是前面的Hemoglobin 所以你攜帶氧氣呢 這個我為什麼一直要強調這些 就是因為在臨床上 這個很容易會不會忘記 大家看了老半天都只看那個 抽血的動脈的data 看S-ray 看CT 看那個Monitor上面的數據 可是根本沒有注意到 它根本就是貧血 貧血很嚴重 好 所以呢 我們呢 這個就是我們前面有提到的這個hypoxia 我們用這個圖表來用搭 其實這裡等於是把這學習前面 當然啦 那個蔡老師的部分講的比較少 不過這裡等於把前面我們提到的 整個讓大家整個複習一下 一個人呢 好 那最上面的這個缺氧 hypoxia 你怎麼定義hypoxia 各位想到hypoxia 不是跳去一直想你的想氣怎麼樣 當一個人 你什麼時候就要開始去想這三個 然後底下這幾個人 這個hypoxia 我們為什麼要一再強調說 你想到hypoxia就是這個症狀 你一旦發現 病人會不會有問題 或者覺得 有這個問題了 所以前面的hypoxia指的就是臨床症狀 這個人有出現 讓你懷疑他有hypoxia的問題了 摸起來心跳很快 躁動不完 甚至什麼 甚至有的人甚至還會有點倒汗 因為這個都是什麼交感神經興奮的一個現象 這是身體的帶場的反應 所以一個人呢 有臨床的症狀的時候 那你就要開始想了 他到底是哪一類的 我們有講過哪有好幾類嘛對不對 你會不會是 比如說是從最 最左邊的那個是什麼 呼吸系統的問題 就是什麼 我們之前講的hypotonic的 這個的問題 那或者呢 中間的這個指的是什麼 或是心臟的問題 然後在右邊的是什麼 攜帶氧氣的 攜帶氧氣是什麼 Hemoglobin 或者是被 那一個是貧血 一個就是氧化碳 把它占掉了 然後再來呢 最後就是什麼 都沒辦法使用的 那這幾個呢 這幾個 都有相作應的疾病 那這幾個 底下有一些是什麼 有一個很好區分的 就是呢 跟氧氣有效沒效的 有效沒效的這個容器 好 所以呢 我們這裡就會用幾個 幾種情況來 一直來跟大家來 來算是 讓大家好好來思考 因為我們希望 你在臨床上面呢 你第一個就是說 出現身體缺氧的現象 就是剛剛講的那些臨床現象 然後你第一件事情要想 我們一定要從肺外開始想 不是劈頭就是想肺部的問題 因為呢 肺外的問題 常常是影響最大的 所以我們會先講 假設肺部沒問題 PAO2啦 SPO2都正常 那 Hemoglobin也正常 沒有平血 因為這幾個都是你很容易臨床 就可以拿到的資料 然後這個時候 你就要想的是什麼 會不會是心臟的問題啊 還有呢 FIO2的部分關係啊 那還有什麼 會不會是什麼 因為呢不是平血 可是呢又有 不是平血 心臟也沒問題 那再來你就要想的是什麼 可是病人明明出現缺氧 不是平血 心臟也沒問題 當然 肺部的 我們看到這個氧氣也都正常 所以這時候你要想的是什麼 你會不會是氧化碳啊 那會不會是氫化物啊 當然啦 氫化這只是一個代表啦 那 所以這幾個是我們要講 那這幾個怎麼區分 使用氧氣有效沒效 是其中一個啦 一種做法 那當然啦 這裡最RAR的還是氫化物的中毒 你不能每一個都說 這個一定氫化物中毒 你 我問各位好了 什麼情況下會 會出現氫化物中毒 可是你還是會忽略掉 不是這個人被下毒啊 不是被下毒 什麼情況下 有可能會出現氫化物中毒 什麼情況 有喔還是有可能出現 例如什麼中方下 這個機會不是很多 可是在有一種情境下 就要很小心 你們喔 如果去看喔 我這麼說好了 那個什麼 消防隊員 火災的情境 如果你們去查就知道 你們去查氫化物 火災的環境的氫化物 什麼東西喔 比如說有一些那種 那個什麼 泡棉 那個科技棉有沒有 那種科技棉 那種東西喔 那個去燃燒就會產生氫化物 只是說有時候量不多 或者在開放的環境 可能很快就散掉了 不然這種情況會產生氫化物 所以呢 對於消防員 他們都要做什麼事情 他們甚至為了 我問各位好了 你們其實可以去查 其實氫化物 當然它有好幾種化合物 可是呢 某些氫 比如說氫化鈉 氫化鉀 這樣的東西呢 它的水溶性是很高的 有多高 你可以想像 一百公克的水 可以溶解多少 這種氫化物呢 可以溶解 我記得是四十幾公克 所以它很容易容易水 那很容易容易水 就比較麻煩 在比如說 在那種消防隊員去救火 救火又有水啊 對不對 救火又有水 然後噴的到處都是水 然後如果有這些化合物 它就會溶在這個水裡面 它會溶在水裡面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比如說那就會中毒啊 所以消防隊員 他們甚至有時候會做什麼事情 這個當然啦 這個不在我們的上課範圍 不過既然講到情況 大家順便可以去了解一下 所以我們怎麼去做這個預防 他們會打什麼 維他命B12 Coporamide 它會跟Cyanide結合 叫做Cyanide Coporamide 它就可以解毒啦 所以呢 這個又是很便宜的東西 所以有的消防隊員他們會在出去的時候 會先打這個 先打在身上 像萬一他接觸到這些的時候呢 他在Cyanide在協議裡面 那很快就會跟這個結合 那就沒有毒性了 或者會放在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那個面罩裡面 他們現在都會戴那個面具嘛對不對 Cyanide Coporamide 只是其中一個啊 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啊 所以他們戴這個的話 實際上是可以去把它綜合掉 上面會有這些東西 所以呢 所以這是其 當然啦 這個在日常生活 我們當然不太容易遇到 可是如果這個人 是從火災救回來的 然後看見 然後在那邊躁動不安啊 千萬當然他有可能是被嚇到了 整個是還是很緊張 可是呢 如果你會發現不對呢 會不會是有這樣的中毒 因為火災如果說他的那個 那個環境 不像是被救了 因為消防隊員有這些面罩啊 他們有先打這些解毒的啊 可是一般民眾沒有啊 所以是火災現場救回來的人 你會發現有缺氧的現象 抽的那些檢查就都ok 那要很小心 搞不好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讓大家了解一下 好 那再來 再來是什麼 當然就是 心目狗異病的問題啊 這個實際上 我們為什麼會一再強調 就是因為臨床上太容易被忽略啊 很多人就是看這些情況 因為吼 因為吼 Hemoglobin跟我們前面講的 Cardial food一樣 你的Cardial food 只有一半 或Hemoglobin只有一半的話 你所有的氧氣都是直接打對折 都是直接打對折 所以呢 這個就是很容易會被 非常非常容易被忽略掉的 好 那再來 前面這些指的都是 氧氣 就是說你的PAO2 SPO2都是正常的情況下 那再來呢 好 就是提到肺部的問題 肺部的問題呢 我們當然就先思考的 就是說AADO2是正常的 簡單來講就是呢 氧氣這些是低的 可是這些低的情況下 就是肺泡跟血液裡面是差不多的 那這代表是什麼 代表就是說 這個就比較會偏向什麼 偏向不是肺部本身的問題 就比較不是肺泡啦 整個我們的Lung的Parenchyma的問題 那就是什麼 肺外的問題 可是又排除掉我們剛剛講的 瓶血心臟功能不好啦 什麼氧化碳啊 氫化物中毒 那這個 那有沒有這些 有啊 一個是什麼 那就環境氧氣不足啊 A-BAL素太低啊 那或者是什麼 驅動力的問題 Hypoventilation 各種的Hypoventilation 我想上次楊老師有提過嘛 一個是什麼 呼吸肌肉的問題 或者太肥胖了 肺脹被擠壓 或者是什麼 胸腔變形了 這些 那這兩個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FIL素不足 或者是 排骨本質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各位覺得呢 上面已經有答案了 上面已經有答案了 這兩個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這兩個用氧氣都是有效啊 這什麼東西 這兩個的你要怎麼去區別 我是FIL素太低還是底下這邊 High Poventilation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我們回答完就下課了 上面都有答案了 上面都有答案了 什麼東西呢 對啦 吸油度過高啊 因為High Povent 你的定義就是二氧化在過高啊 上面呢 高空的 空氣吸油度 吸油度 本來是低的喔 因為你本身會有點 你會提高換氣量 所以二氧化 實際上會掉下來喔 上面的換氣量沒問題喔 甚至換氣量其實是會提高 OK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喔 然後再來喔 其實這兩個最大的差別 就是二氧化碳 實際上我們在你們在講很多的這些喔 二氧化碳一定要是一個很 其實你想到有沒有換氣的影響的話 二氧化碳一定是最主要的啦 而且二氧化碳造成的氧氣掉下來是什麼 就是我們之前講的喔 你憋氣為什麼氧氣會掉下來 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二氧化碳的濃度越來越高 然後把氧氣擠掉了 所以氧氣才沒那麼高 不是不是因為說憋氣的話 氧氣都自然就會掉下來 好 那再來呢 我剛剛講的是那個什麼 AADO2是正常的嘛 所謂正常大概就是差10上下 10上下毫米孔柱 可是偏高 欸 明顯比較高的 就是說 肺泡跟動脈血的氧氣的差距越來越高 這越來越高當然就是會發現什麼 肺部的本身出了問題 剛剛講的是肺外嘛 是環境的或者是胸腔的結構 現在講的就是肺部本身 簡單感覺就是肺泡的啦 跟肺泡是附近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 大家比較直觀的是什麼 那層交換的膜出了問題 所以是什麼 Diffusion出了問題 Diffusion出了問題就是什麼 像肺水腫、纖維化、發炎、肺氣腫這些 這個就是 那再來是什麼 再來 就是這個指的就是什麼 它算是一種VQ的 mismatch 它這裡把VQ mismatch 把那個什麼 把Shunt也放進去 簡單來講它就只有分Shunt Excel-Rouper Shunt 或者是 欸 對不起 不是把Shunt放進去 所以它這裡是把我們上課講的Diffusion 跟這個所謂的VQ mismatch 就是部分有問題的 所以呢 那兩個圖 右邊的這兩個小圖的話 左邊那個就是什麼 左邊是什麼 這裡啊 這兩個小圖啊 這個是形象 這兩個 這個的左邊是什麼 第一個是小圖 這個這個實際上就是 當然可是它算是 Relative Shunt 就是所謂的VQ mismatch 因為它 它的意思是說 並沒有 它只是比較底 它並沒有 你看到它畫的圖 就是沒有全部塞住 部分塞住 那右邊那邊 那左邊那個小圖是什麼 就是Date Space 大家一定要很清楚這個概念 因為實際上 其實坦白說 肺部的 生理的問題就這幾個而已 所以你一直在腦中把它 想清楚 想清楚的時候 因為你 因為你現在已經不是 只有看到數據 PAO2 SPO2多少高低 你現在就好像放大進 放大到裡面去看組織 看肺部的組織出了什麼問題 因為組織你都了解的時候 你去思考疾病就會比較清楚 所以這個就跟很多 呼吸道的疾病有關 不管是還有一些 肺部的問題 當然 血液的就是比如說會不會是轉塞 當然 它這裡已經把心臟功能不好去擺在一開始的地方去講了 所以都沒有擺在這裡 你可以說 說那個 Day SPACE 萬一心臟功能不好也是Day SPACE 是啊 你也可以這麼做 可是它這裡是把它分開講 它分開講就是 它把 咖雕露的不好已經擺在一開始 因為咖雕露的不好 它的影響不是只有產生一個 像是 類似Day SPACE的現象而已 它還有一些其他的 所以呢 那在這裡就很單純講的就是血管塞度 就是肺動脈的專塞 好 那再來這個就 比較簡單的 大家之前已經就是SHOCK了 就整個都塞住了 一個是肺炮本身塌陷 或者是呢 東西塞滿滿的 這個都是啦 反正簡單來講就是 沒有VADYATION 只有KERFUTION 這個就是SHOCK的 那當然 有一些SHOCK是什麼 不是肺部的問題 是心臟內部的問題 就是什麼 心肢中隔的缺損 那個 像各種的那個什麼ASD VSD ATRIAL SEPTUM的 的DEFECT 那這些 或者是呢 肺部血管裡面的SHOCK 那當然我們身體正常的就是 我們的Bronchial Arcturine 它直接 它並沒有拿到氧氣 又直接進到我們的肺心脈 又回到心臟 好 所以這裡呢 剛剛的這樣的圖 那這個圖 我們可以換另外一個角度看 就是這個圖 實際上它指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那你說為什麼要一直這樣看 其實你這樣看 你好好去思考 你整個概念都越來越清楚 那這裡就是說 好 病人 它這裡是先用什麼AADO2 有沒有偏高來分類的 其實沒有偏高的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hypoventilation 或者FL2太低 所以右邊的這邊都是什麼 ADO2 正常 ADO2如果有增加就是右邊的這個 右邊的這個就會變成跟 肺部比較有關係的 那他這裡 那我問各位 你看喔 右邊那這個東西呢 有什麼東西跟 hypoxia 他沒有提到的 我們故意擺在這邊 要來問各位 對齁 他上面有寫有沒有 hypoxemia 他上面就不是寫hypoxia 他寫的是hypoxemia 那 那這個圖跟這個圖 有什麼差別 對齁 沒有右邊那個 對齁 還有呢 其實 對啊 都沒有 你說齁 差那麼多 你看喔 所以這個圖 這個圖是範圍比較大的 cover比較多的 所以他講的才是hypoxia 有沒有 組織缺氧 組織缺氧 然後這個圖呢 你說話這麼多 看起來應該更多 沒有 這裡只有剛剛這個圖的 左邊而已 左邊的這個 respiratory 呼吸系統出了問題的 的一個造成的hypoxia 就是這張圖 好 這樣了解喔 所以呢 所以很多人都只關心這裡 然後都忘了什麼 忘了中階跟右邊的 心臟的問題 跟Hemoglobin的問題 這在臨床上面 很常見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千萬不要什麼 所謂的見素不見理這樣子 好 那為什麼一直反覆 因為在臨床上太重要了 因為你們以後工作 整天面對的時候就這些事啊 就是說齁 你看到這個 這要怎麼思考 就是看到病人呢 有缺氧的症狀 有缺氧的懷疑的時候 你就開始一直想話 到底是 是呼吸系統的問題 或非呼吸系統的問題 因為非呼吸系統的問題 比較好排除跟確定 它很重要 可是它很容易確定 所以這件事情一定要先想 重要又很容易 容易確認又重要的 一定要先思考 所以一定是心臟有沒有問題 快要壞掉了 所以重要又容易確認的就是心臟跟瓶血 這兩件事 好 然後再來後面其實今天要講的後面就很簡單了 這個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這之前的那個 那個生肌檢查的評估就講過了嘛 就Cyanosis 那Cyanosis我們其實 要講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 你們還記得多少嗎 要看到Cyanosis 我們講的是缺氧血的濃度 你要看到產氧的Nosis 講六指 我們先問各位 Kymo國病一般都多少 這個100cc喔 不是1公升 100cc的血液 Kymo國病大概都多少 可能大部分有十幾嘛 對不對 比如說女生可能要十二以上 男生可能會稍微高一點 正常很多體檢大概都14、15左右 100cc裡面 我講的是血紅素 可是我們要看到黑掉呢 你看到這黑掉的 缺氧血的濃度 才會被你看到 所以要5公克才會看到 所以我們這裡每次都會一直問的 什麼情況下你看不到Cyanosis 明明是缺氧的 很嚴重的缺氧 可是你看不到Cyanosis 對 就是貧血 因為貧血的時候 你如果聽說 狗病只有8而已 你的那個缺氧血 絕對不可能超過5 不可能5以上 所以貧血 缺氧又沒有看到Cyanosis 貧血是很常見的 這在臨床上很常見 所以 所以並不是說沒有看到Cyanosis 就沒事 當然這裡我們前面有講到的 我們前面講到的那個 已經身體無法 幾乎無法戴場 Cyanosis 已經接近 慢慢不能戴場的情況下 它實際上指的是Central的 不是Peripheral 因為Peripheral的話 就有可能其他的原因 血管阻塞 或者是血管的嚴重收縮 因為尤其在貸血器修割 我們用上很多生壓劑 因為那血管的脹力都會掉下來 所以我們用生壓劑 常常會犧牲掉周邊的循環 所以會看到Peripheral的Cyanosis 那這個 這兩個case 這個就是臨床上很容易 被忽略掉的問題 比如說我問各位 哪一位的組織缺氧比較嚴重 我們如果一路check下來 A跟B 比如說A的 如果看動脈血氧 B比較好 B是98 A才50 50就很嚴重了 那如果呢 二氧化碳 B是正常的 那 A的話 二氧化碳低 我問各位 為什麼二氧化碳是低的 正常是40 那為什麼只有30 就是說二氧化碳為什麼比較低 沒有 因為上面表示他有缺氧 所以身體當然會帶長的會 換氣會提高啊 所以二氧化碳第一 是代表他換氣有提高 因為換氣提高 所以pH值呢 A的話就變7.47 已經正常是7.4嘛 對不對 所以呢他已經偏高了 因為超過7.45就 你們還沒有講到專检平衡啊 不過我想大家 我們正常是7.4 所以他已經變得比較減了 明顯比較減了 那 右邊這個7.38還算可以啊 因為在7.35到7.45之間都還算是可以 所以呢 左邊這個什麼 Bicomine的21 實際上也是偏低 正常是22到26 21是比較低 為什麼 因為二氧化碳比較低 慢慢的這個Bicomine也會降下來 因為這樣 他是目的是要讓酸鹼 慢慢變得比較平衡一點 那 兩個的Hemoglobin都一樣 那 CAO2 CAO2當然就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你的Hemoglobin會 因為你的那個氧氣會影響到 營養到他的這個 整個的氧氣的攜帶量 不過嚴格來講也沒有差很多啦 那兩個的AO2 當然是有差的 因為 右邊算正常嘛 那左邊這個63.7 就明顯 因為他的Artery就明顯比較低了 那這幾個看下來 所以呢 我們看到這邊的話 通常會覺得哪一個肺部比較有問題 肺部的問題 A的問題比較大嘛 對不對 他很差不高 可是組織的問題要看的是哪一個 你們在這裡 你們要請問教練應該看哪一個 會影響是最大的 哪一個 各位有注意到CBO2 CBO2 欸 對 那CBO2 大家已經有注意了 這個就比較低啊 那CBO2比較低是什麼原因 比較沒用到 那右邊那個被用的比較 用的比較多 那右邊那個為什麼用被用的比較多 那右邊那個為什麼用被用的比較多 理論通常不應該這樣子低喔 因為他的什麼 他上面的那個CBO2是高的喔 簡單來講 你也可以說CBO2跟CBO2的差距是更大的 左邊那個差距沒那麼大 你看16.8 掉到14.2 他右邊那個20.2 掉到14.1 差很多 那為什麼差很多 身體做了什麼事情 擺氧氣溫溫啊 光光 這幾個數字 還有哪一個是你會讓你們注意到 我們兩邊差很多的 哪一個哪一個 PAO2 PAO2是上面嗎 其實上面1 2 3 4 前面那幾個大概都是代表 左邊的A的話 肺部很糟糕啦 右邊的比較正常 哦 右邊比較正常 可是呢 為什麼底下的CBO2 兩個人又好像又轉過來 感覺又變好又變差了 到底他差在哪裡 哪一個數字會讓你 哪一個數字會讓你 看到兩個差很多 哪一個人 有人在講CO 好了 CO是什麼 對啦 他就要吹了 所以各位有看到了嗎 我們獎勵你們都沒有 顧一般下頁看一下 都狂起來 你們都很誠實這樣子 沒有故意 因為很多 我以前還會把那種答案都是 上課的時候都不會講 然後就是 上完課才才發給你們 這樣比較有趣 好啦 實際上就開尿布的啦 簡單來講就是說 如果真的要去算 組織的 就是Oxygen Delivery 底下就是這樣算的嘛 有沒有 CO2 CO2去乘飲那個Cardia output 所以這兩邊就有差了啊 一個800多 一個才600多而已啊 所以雖然肺部不好 可是心臟正常 右邊就是呢 雖然肺部正常 可是心臟很糟糕 那就是因為心臟不好 所以呢 怎麼樣 看起來 其實右邊的這個病人呢 比較會有組織血氧的問題 這個是 這個是 所以這 我們一直要重複的就是說 讓大家了解 貧血跟心臟的問題 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一直都會被忽略掉 然後在臨床上面 好 那就要問各位 哪一個是HIPOVEN DELATION 金種 哪一個 你們覺得這兩個 這個都是什麼病人 看起來 應該沒有到肉頭胸 沒有啦 應該沒有到肉頭胸 他只是比較瘦而已 好啦 嚴格來講 還不到肉頭胸 他真的是比較瘦而已 我們問各位好了 這兩個都是屬於什麼病 這兩個都是COPE 你說為什麼兩個 隔兩個不一樣了對不對 其實這個一個 我們叫做一個 那個有一套醫學的 算是繪本 繪本 一個 一個本身不是醫師 也不是醫療人員 可是是很厲害的畫家 他把很多臨床的東西都畫成 而且畫得非常的傳神 這個已經過世了 可是他這個在 這個在醫學教育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圖 你們去看 底下哪有簽名 那個什麼 什麼Nator 這些這些 這些簽名 這這套書叫做什麼 SIFA的這個 Anotomy 跟Philology的 類似一個 類似 Atheles 類似繪本 圖譜就是了 這個很有名 這兩個圖 都是COPE 那我問各位好了 哪一個缺氧比較嚴重 左邊 右邊 缺氧 右邊 右邊那個嘴唇都黑掉了 有沒有 都閃了 看不出來 至少 左邊比較臉色紅潤 對不對 可是你不會拿一個比較喘 一聲而已 左邊比較喘 左邊比較喘對不對 左邊看起來就很喘了一點 右邊看起來就沒有那麼喘 所以哪一個比較危險 當然是 右邊比較危險 所以呢 High Hipo Ventilation 其實是右邊的 其實上 他們兩個是不太一樣 右邊的這個呼吸的 驅動力已經出問題了 這個雖然說把它叫做是 COPD 可是嚴格來講 右邊已經是有 所謂的 Hipo Ventilation 系統的問題了 那呼吸的驅動力 有問題 當然你可以說 這個是在很早期的時候 把這些都叫做 COPD 那現在慢慢已經 比較不是這樣在講了 不過呢 也要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其實臨床 那我問 這兩個其實光他的姿勢 就告訴你哪一個覺得比較喘 對 為什麼要往前挺 應該說往前挺 橫格 其實是這樣子 就好像那個有沒有 那個跑100公尺 跑到終點 選手跑到終點 都會這樣 完全兩隻手撐氣喘 有沒有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你說很累要休息一下 其實這樣子呼吸的 效率會比較好 其實你嚴格來講 你彎下去 我們叫做Lim Forward 往前 Lim Forward的話 就是 你的這些腹腔會被往上頂 所以你的橫格 實際上是被頂得比較高 可是你比較高的意思就是說 你利用這個把腹腔用力的時候 把它頂高的時候 讓你在吐氣的時候 什麼 空氣是吐的比較乾淨的 當你吸氣 你就可以 你可以把你的橫格下降 到吐氣整個的範圍都比較大 所以你每一口的換氣量可以 用比較輕鬆的方法 每一口的換氣量都比較多 所以人會做這樣的姿勢 讓你呼吸比較舒服 所以代表就是左邊的人覺得比較喘 他不知不覺就做這個動作 那右邊的都沒感覺 右邊坐在那邊 臉都黑掉了 他明明就是換氣有問題 他沒有感覺這樣 我們前面這些生理都講得差不多了 後面實際上只是讓大家在把我們這個學期要講的跟AI有關係的 利用今天講的這個東西來做一個甚至應用好了 因為我們都知道缺氧的原因 因為你手上有的是臨床的症狀 因為你就是不知道原因 其實知道原因 你就好處理 那原因就是前面講的這些原因一大堆 那這原因我們希望能夠做什麼 你能不能做一個叫做自動化的一個系統 來讓你把這個原因告訴 讓你知道或者告訴別人 因為現在其實將來越來越希望一個人可以 他的問題在家裡就可以被確定 而不是要到醫院 我們這個學期在比較後面的課 會有很多的這些實際上的東西 有實體的東西 跟實際上的我們現在在做 後面會慢慢跟各位介紹 因為前面這個學期前面主要都是在生理上面有些介紹 後面就會講越來越多的應用 那簡單來講 從症狀一直到知道原因 那症狀是什麼 就是這個症狀 各位一定要去看 臨床的這些症狀就是這個 你將來以後在臨床上看到這個北北平糖都好 脾氣好好的 我們最近脾氣越來越差 然後還會罵人 然後呢 造動不安 那拿到的數據 那目的是為了幫你幫助你判斷這個 那客觀的數據除了這個還有什麼 實際上就是這個 比如說 希摩國畢 你有多少的這些data 那甚至呢 你有做了一些什麼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有卡雕夫的這些 你有恢復的這些的檢查 那這些檢查的話呢 透過這個東西可以讓你知道缺氧的原因 好 那我們可以這麼說 我們今天 今天實際上就是 當你這個東西你都很熟悉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是一個 可以判斷缺氧 什麼原因的報告系統 你如果這個都會的話 你當然就有能力 什麼 給你 如果你現在會了 你現在給你有病人的症狀 給你這些data 不管是影像的 還有甚至心臟的 有沒有 還有希摩國畢的data 還有這些所有的這些數據 你當然就會可以告訴我們原因 那這原因 那我們希望做什麼 我們希望就是說 不用問這個人 不用問這個專業人士 就是我們希望呢 什麼 AI也可以告訴我們 我知道東西丟進去 他就告訴我原因了 那這裡 這裡我們就 我們其實第一堂課 就有跟各位講 我現在丟的是這些東西對不對 好 我丟了這些東西 然後呢 所以我們如果 因為我們是希望利用 我們現在上的這些課 讓大家慢慢去想 如果今天讓你設計一套系統 我們就可以告訴我們 那這個人 這個人是有缺氧的問題 那而且多嚴重 而且是什麼原因 那甚至 我應該要怎麼治療 然後呢 這裡呢 完全沒有人的成分 沒有不需要一個 Skidam的人 我這個系統呢 他就可以知道 比如說這個 這個是一個不舒服的人 這個人不舒服 或者別人覺得他又不舒服 然後這個系統呢 就可以透過這個系統 我就可以知道 他是什麼原因 好 那我們就來思考 我要怎麼去設計這個系統 那當然啦 我們之前有提到嘛 AI從以前發展到現在 我們如果 很快速的來區分 我習慣會把它區分成三個 我們簡單來講 這裡有沒有 這裡講到專家系統 機器學習跟深度學習 這三個東西 你可以怎麼來分 可以怎麼來分 簡單當然就是說 這幾個東西 所謂 我們這麼問各位好了 你們覺得 專家系統跟 機器學習的差別在哪裡 或者我就問各位好了 什麼叫專家系統 如果用這個血氧這個例子來講 今天講的這個缺氧的這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我們這裡有提到 專家系統 我用這個好了 這樣大家可能比較好去比較 比如說 什麼是專家系統 還有什麼是機器學習 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個 什麼叫做Raw Base Raw就是規則 Raw Base的System 就是 你們現在好像是學校進來 大一的時候都有 會修AI的部分嗎 還是 好像會有一些嗎 好 當然 除非你在之前就有 興趣有去接觸 不然有時候也會覺得 好像反正就很多Term 我們簡單來講 我們今天從一開始上課到現在 如果就缺氧這些問題的話 我們就是在跟你介紹一套專家系統 我們希望讓各位就變成專家 當你已經變成是專家 把前面講的東西都完全融會 關通都知道怎麼用了之後呢 你就是變成一個專家了 好 那這個專家如果是人類的專家 跟機器的專家 都是專家 所以人類就叫做專家 某某醫療人員是專家 那機器的話就再加上一個系統好了 他是機器 那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叫專家系統 因為這個系統呢 可以根據我們今天前面上課的內容 去怎麼樣 去抽屍剝剪 告訴我們這個人 你只要丟 你丟這些 訊息給這個專家 這個人 他可以告訴你原因 為什麼 因為今天上課 他說融會關通了 那今天呢 如果有一套系統 你把前面這些丟進去 他同樣可以告訴你的原因 而且告訴你的結果 跟人類的專家 講的都是一樣的 OK 那就是一套專家系統 所以這個就要做什麼 那你說這個叫不叫做 是人工智慧 看你有沒有定義 融合智慧的話 如果他不是完全 他如果就這個 專家系統的角度來講 那算是 因為你丟東西進去 他給你正確的結果 只是說呢 這個結果是 是什麼東西 是基於你都規定好的原則而已 都這樣丟進去了 萬一 萬一這個情況 有矛盾 有怎麼樣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 很正確的回答 那機器學習差在哪裡 機器學習是這樣 機器學習就是說 好我今天呢 我今天其實也是丟給你一些東西 我丟給你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前面 我們前面有很清楚的去解釋 他的前因後果 因為怎麼樣 因為怎麼樣 因為背靠 因為背靠到動脈 然後到CBO2 到這些delivery都講的 我們每一個都是有他的因果關係 都解釋得很清楚 你都很清楚了 可是呢 機器學習是什麼 機器學習只給你資料跟給你答案 中間的因果關係我完全不講 可是都不講他有沒有辦法知道 之間的 他能不能猜的對 還是有機會猜的對 可是不管他怎麼猜的 因為呢 我只要給你夠多的案例 我給你非常非常多的案例 你如果給五個 他可能會亂猜 那我給你五萬個 他這樣 因為我給你什麼 那我要給這個 我要給這個系統什麼東西 我給的就是 比如說 右邊右上方的這幾個東西 這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 比如說我給你這些參數 像什麼Aviola O2 Artery的 還有CBO2 我把這些東西通通丟給你 還有呢 心臟的功能 我通通丟給你 這些數據我都有了 然後呢 我也告訴你 它是什麼病 我都丟給你了 好 那我給你五個的話 你可能會找出一些關係 那可是可能不準 因為呢 我五個例子讓你去訓練 第六個你可以猜錯 可是我給你五萬個 之後呢 第五萬名一個 你去猜 很可能猜得更正確的 就好像看久了 就有FU了這樣子 每次都讓你猜久了 可是它裡面是怎麼猜出來的 其實我們不是很清楚 它有沒有 它有沒有真的懂 它裡面真正的這些 因果關係 有可能有 有可能沒有 可是呢 很多人就會說 這個是一個黑盒子 Breadbox 一個黑盒子 可是呢 很神奇的是 它還就可以猜得嘴 所以呢 我們可以說 這個是一個 就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是這樣來的 好 那 再來我們就要問各位了 那什麼叫做 深度學習 就是說機器學習 跟深度學習之間的差別 大家現在已經知道專家系統跟機器學習的差別 機器學習我丟東西給你跟給你答案 反正我不管你 你知不知道因果關係 反正你可以猜得對 那深度學習指的是什麼 跟機器學習的差別 其實我講深度學習不是很正確的 嚴謹的講法 不過我們可以大概這樣來看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個 上面深藍色跟底下的這個淺藍色的差別 簡單來講就是說 其實深度學習跟機器學習 你也可以說它是 它用的feature的數量本身是差很多的 機器學習有可能 專家系統假設 我們前面講的 我們今天上課其實講的所謂的特徵講的不多 比如說 AVIOLA的氧氣 肺動脈的氧氣 然後那個CBO2 這幾個feature 這個一個一個都是我們講的是feature 這些特徵 我們今天了不起講十幾個feature而已 夾這15個feature 然後呢 用15個feature 可以我告訴你前因後果 這個叫做專家系統 機器也可以這樣學著做 就是copy我的想法 跟我的整個因果關係 去把它解釋出來 然後呢 用同樣的15個feature 我只告訴你feature是哪些 然後結果的話 你一樣可以猜得出來 只要你的量都多 那今天有趣的是什麼 這個feature 這個feature 你要哪些feature呢 反正我不管 我只告訴你答案 我這裡有五萬個人 我這裡有五萬個人 然後我們都這五萬個人的缺量的原因 都有答案 可是要拿哪些feature呢 隨便拿 所謂隨便拿是什麼意思 所以機器就選說 搞不好他會看那個什麼 看種族啊 搞不好他會看高矮胖瘦啊 搞不好他會看什麼膚色啊 甚至他會看什麼 他住的地方啊 反正他就是到處去找 那他可能找了多少feature 那也許找了兩百個feature 找了一大堆 所以要找哪些feature 跟要怎麼去做的話呢 實際上什麼 由這個系統自己去找 不過這樣子 其實實際上應該這麼說 機器學習跟深度學習 就字面上 就字面上的差別 深度學習 他找的feature的量非常多 而且判斷了很多層 很多層 我們看著這個一層一層的 所以就像說 深度學習會不會比 所謂我們 講只有講所謂的機器學習本身 你可以說啦 如果說機器學習的 看的feature夠多 分得很層 一層一層也夠深的話 他實際上就是深度學習 只是說大家現在在 公共上面在講到深度學習 為什麼擋分那麼多層 就是說他那麼多層的feature 甚至不是我們人類規定的 而是什麼 他反正你所有他通通丟進去去跑 跑出來的話呢 會不會比較準 會 那 甚至很多都已經超過人類能夠判斷的 那我們這裡 所以這裡就會 我問各位好了 最近你們有沒有在看那個很多 什麼check GPE 有沒有 我記得開學的時候就有很多 都問過了 因為最近這幾個禮拜 這兩個月剛好都是這幾個發展速度 非常快的 你們知道現在check GPE 到多少版了嗎 一開始到一開始是3.0 然後再來3.5 他現在到4.0了 他現在 他現在之後的很多東西 大家慢慢希望發展的是什麼 我們為什麼用列這個表 左邊這個叫做AI 那右邊這個叫做AGI 叫做什麼 都會有一個什麼curve general的 其他左邊的這個AI 你從我們前面講的這個專家系統 他其實也算AI 然後機器學習也算 你甚至連深度學習也都算 可是到了深度學習 要看他的feature是怎麼挑的 如果是人挑的 就是說 應該是這麼說 比如說這個專家A 專家A他想要訓練 他想要做一個機器學習 他想要說 他現在有一台電腦 他有一些基本的功能 然後他說這裡有200個feature 很重要 他想要去訓練這個系統 告訴我們缺氧的原因是什麼 他挑這200個feature 丟進去讓他去跑 那可是那專家A 他覺得這200個feature 固然很重要 可是他覺得 他心裡面認為的 另外200個feature 其實是更重要的 他在彼此的200個feature 可能有重複的 可是也有不重複的 甚至他覺得不用200個 100個就好了 其實100個 可是跟這個的落差很大的 另外100個feature 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 好 那 哪一個比較重要 就看誰訓練出來比較準就好了 比較準的就可能比較重要 那這個什麼 那這個AGI指的是什麼 未來呢 這個挑這個feature 可能不是有人去挑的 是機器自己去挑的 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有很多東西丟進去 那這些東西 所以呢 我們對於我們來講 這個也就是什麼 這個學習我們後面會跟各位不斷的談到的 我們今天講缺氧 我們看的都是什麼 透過什麼 抽血 還有透過呢 可能影像的檢查 透過這些 可是我們各位好了 你們覺得影響一個人缺氧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我們可以來判斷這個有沒有缺氧 各種的 包括症狀對不對 那還有什麼情況 你可以更知道這個人有沒有缺氧 或者說他的缺氧有沒有惡化 我們除了去看他有沒有問題以外 我們甚至可以去看他問題是變好還是變差 我們這麼問好了 今天你跟這個人只有見面十分鐘而已 看著這些東西抽了這些 跟你跟這個人生活在一起十年了 那是不是完全不一樣 他的對不對 所以longitudine的data 長時間的data 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對於這個所謂AGI來講 他假設這套系統是擺在他的家裡好了 應該說不要說擺在家裡 擺在他的身上好了 有沒有可能擺在身上 可以啊 這個人如果 比如說 我們其他什麼都不用講 我又舉一個例子 這個人身上飛了一台類似行車記錄器好了 一台camera 這台camera只做一件事 他就是比如說擺在胸前 每天就只是拍他走過的地方的一些影像 那在這個禮拜跟一個月後的另外一個禮拜 都各排了一個禮拜 然後他的病情假設是不一樣的 這個禮拜呢 比較正常 另外的那個禮拜比較不正常 我能不能從他的拍的那些影片來判斷 你們覺得可不可以 這一定可以啊 對不對 他比較正常跟比較不正常的時候 他活動狀況一定是不一樣的 他比較正常的時候 他一天裡面活動 你拍到的影片 拍到的範圍就會明顯多很多 還有呢 他肢體活動的速度一定是比較快的 你的所謂的瞬間的加速度 你的去經過的這些範圍一定是比較多的 狀況不好的時候 可不可以整天都躺著啊 整天都坐著啊 所以我指的就是說 那這樣的話你需要去抽血方 那測腸的血氧啊 還是做費工能啊 其實不一定啊 對不對 我看他怎麼活動的話 我就可以找到足夠正確的訊息 來告訴我這個病情是變好還是變差 所以我們指的就是說 像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就是說 我們未來呢 在判斷一個人的情況下 就不再是什麼 不再是按照傳統標準的這些東西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其他的訊息更容易取得 甚至你可以用很低的成分 是可以更方便的去取得 那這些東西一樣可以明顯告訴我們 這個人的病情在怎麼變化 我在這月底後面的課程都會一直講到這些東西 各位一定要要跳當然啊 因為你們的課程畢竟是臨床呼吸生理學 有可能要考國考要考這些 你們只能把它當作是一個什麼 你們可能花七成的時間把這些本來該念的都要把它念清楚了 剩下三成的時間要做什麼 你們要去思考 再看一個人的呼吸的生理的變動跟病情之間的關係 有沒有比較新的技術 可以協助你們可以去做 因為我們現在都在做這些東西 這次以後面都會跟各位講 所以呢 上次我們有提到了嘛對不對 跟這些症狀有關的 跟這些東西其中一個就是缺氧 所以呢 你想到缺氧的話呢 實際上就要把其他這些症狀也要一併考慮進去 我們這裡有一個什麼hypoxemia 可是其他的呢 他有沒有Colf 他Sputin 他在Dysmia的情況 光這幾個你就開月組合 就可以幫助你判斷是哪個問題了 他是CoVD 他是Banketachycea 或者Sinartite子 或者Nemonia 甚至呢 Sriamia這些 好 所以最後 最後這裡 這裡實際上就是要 我們就要去想的就是說 缺氧的這些症狀 你要去搭配其他東西 然後呢 如果今天讓你去設計一套系統 所以你為什麼去設計 就是說 這個人你都 你懷疑他有缺氧了 然後他到底是 臨床上是什麼疾病 因為齁 指向什麼疾病 或指向哪一方面的呼吸的生理呢 比較好是什麼 幫你找到怎麼改善 可是這個時候呢 你要 你可以加上哪些東西 就是我們 我們今天有跟各位提到 你除了加上 剛剛提到的這些 因為齁 你要取得血氧 也許不是那麼方便 好 方便是方便齁 可是你要去測 你可能是有SBO2 你可能要抽血 有這些 可是如果我們有這些的時候呢 你還可以加上什麼其他東西 加上其他東西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你一個 你一個觀察他的活動量 其實你 其實就可以看到很多訊息 其實光戴在手上的一個 一個 其實什麼都不用講 光很簡單的記錄器就有了 這個就有人做 實際上在十年前就有人做研究 對於一個COPE的病人 身上肥因的記錄器 然後呢通常就會發現到 他要急性惡化被送去急診前的兩個禮拜 左右 他的活動量就開始明簡下降 一直到他送到急診 然後呢出院之後呢 通常也在兩個禮拜內的活動量是比較長 慢慢才會回復 所以呢這個只要讓大家知道就是說 我們在看病人的這些東西 有很多是我們其他會去看的 OK 好 那大概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就大概先講到這邊 那 大家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好 那如果沒有 我們先到這邊